大家好,我是五仔 大家好,我是OK仔 嘩,有一個藝人出事 出什麼事? 黎帥恩? 做什麼事? 女兒啊? 是 搞了什麼事? 被人追擊 其實她沒有搞什麼事 怎麼了? 現在送女兒去外國讀書 先給個LIKE吧 讀書要給LIKE了 先給個LIKE吧,我們再說 好學不倦 跟網民罵戰 再表忠 這麼嚴重? 嘩,黎帥恩也沒見很久 前一陣子就說她有 有病,我不記得什麼病 有說過的 但是之後就說她是痊癒 離奇奇蹟痊癒 有說過她其實人很不錯 是很不錯的 當然啦,社會運動時有人擺顏色 是 之後就說她又這樣又這樣 然後我記得她好像不知道生蛇還是什麼 那時候 OK的,她轉過頭 奇蹟 奇蹟地好 是 現在這件事是新的 黎帥恩今年48歲 嗯 48歲 我覺得黎帥恩的樣子 你覺得她如何? 我覺得普通 你覺得普通 我覺得她的樣子 年輕時挺可愛的 嘴嘟嘟 小粒粒 唱歌也挺好聽的 是的 1914年跟曾志明的人離婚 有一對子女 自己照顧 這幾天貼出一張母女在機場的合照 透露了 18歲大女 嘩,她的名字叫什麼? 什麼名字? 曾凱怡 應該是 應該是 有邊讀邊 是的 就去外國讀書 看得到她應該30歲生她 計算數 挺不錯的 那時候30歲已經生了一個寶寶 黎帥恩突然間不見了 沒錯 一人又一媽立腸 一人又一媽立腸 兩人願意別囂張 那時候的歌 很簡單 很洗腦 很洗腦 惹來網民熱烈留言 女兒去外國讀書 但竟然被人攻擊 被追擊 她又不甘 女兒讀書而已 要不要追擊 對 搞什麼事 親自回復負平 冰來漲擋 水來土掩 可以掩蓋她嗎 頂不頂得住 最重要 看看 其實我對她真的沒什麼 如果你跟我說政治是浪費 我覺得 大家都自己人 不需要搞這些分裂 那她怎樣呢 就自己回覆 回覆留言 我們試一下她很客觀去說 平息不了風波 真的不要承認 出事了 她平息不了風波 引來更加多的留言 嗯 一睡醒 睡醒 回不完 歐陽振華兩萬個 你怎麼搞 按到手抽筋 怎樣呢 黎瑞欣一睡醒 再出鋪 網上再掀起麻子 嘩厲害 我覺得是這樣的 我只能這樣說 黎小姐 我稱她為 不要啊 不要啊 你身體不好啊 之前 你一動氣 很麻煩 這些呢 不需要說太多 真的 是不是 我還沒看她說什麼 我都覺得 我以一個公眾人物的身份 或者立場 去說 你說那些人 你什麼人都有人罵 是發哥和古天樂最少 劉德華都被人罵到瘋了 是不是 陶大宇都被人罵 是 笑紅 怎麼了 你什麼鬼啊 她可能 她覺得自己正在做一件 應該也沒有錯的事 被人罵 怎樣呢 黎瑞欣 十月 那時候 已經貼出了大女 中學畢業的照片 就說 精彩旅途在等你 Hashtag 快點掉爛 快點掉爛 這句可勸我怎麼辦 原來大女 決定在外國升讀大學 這樣 日前 親自送機 在機場 抱緊緊緊緊緊緊 合照 她留言 希望幾個月之後 可以見 加油 幾個月又回來 那就要隔離 隔離時間 隔離時間都長過 什麼 隔離時間還長過讀書 她說幾個月 不知道幾個月 九個月 你想想 隔離也要時間 你出去幾個月 然後回來隔離 整個月 差不多 真的浪費了時間 是的 是的 但也要的 讀書 是不是 那 她還多留言 她說 不用說到 漢奸那麼嚴重 這件事又要去 真是無限上剛上線 是的 可以說到很厲害 有網民送上祝福 這是真的 她回應 多謝各位哥哥姐姐的鼓勵和祝福 但有不少網民追問 為何送她去澳洲 為何不在中國讀書 她說 果然身體最誠實 那張嘴表忠 做另一套 典型藝人 這樣說她 藝人 應該那個藝字又 是的 喂 那被人洗版 那便回你 做甚麼 嘩 甚麼事這麼熱鬧 為何不可以外國讀書 她說 她說不用出動到漢奸那麼厲害 當然 她說真的被你們笑死 反正 因為 她說這個科目 有些科目沒有的 所以就去學 學完回來 就回饋祖國 甚麼事這麼大反應呢 她現在 真是無限上剛 看一件事 讀甚麼科目 我不知道 如果沒有 就沒有 那就出去外國讀 像她所說 回來 你是回饋祖國 就行了 你死了 你跟別人討論 不就是這樣說 如果是 你跟別人討論 她怎麼回覆你 甚麼叫做有些科目沒有 選一些可以讀的科目 就行了 這樣嗎 她現在要 控制你 你讀甚麼科目 你問過我沒有 不是問過國家 你問過我沒有 問過網友沒有 網友 問過網民沒有 糟了 大家 中國人 就跟國家交代 糟了 我現在不是網民人 對 但你網絡人 要跟網絡交代 但有些人 又OK 有些人又不OK 你為甚麼 對吧 對吧 她看見很可憐 對 看到這些事 她的女兒也挺漂亮 你看她的女兒 行不行 好像比媽媽漂亮 有點像 像誰 阿爹嗎 不是 她是阿爹 跟Cantelle的混合 這麼漂亮 有一點 有一點 對 她的樣子很甜 對 有點像阿爹 對 笑容 額頭 眼睛的笑容 是很像 是挺漂亮 女兒是挺好的 對 這樣還蠻 你 唉 真的 說她戴黃口罩 死不死 那個黃色嗎 喂 我也是色盲 這個是黃色 你說 我覺得黃綠 青綠 青綠 螢光黃 有些綠的 有戴綠的 這個是不是黃先 是不是戴黃口罩先 這個黃啊 是 黃的綠 她又未去 簡單來說 芥末黃 即是吃芥末黃 再加一些青色的東西 鴨屎 鴨屎 鴨屎色 六片黃 不是 很難說 隨便吧 不要隨便 我覺得不是黃 楊鴨屎 楊鴨屎 之前戴黃口罩被人 那是否黃 那是否黃 我想說 沒得隨便 但相片出來 都不知道是否 有時 你看雜誌 雜誌 你會吞飾 我正說 大家電話會有色差的 是呀 我看不夠 綠綠的 又不是很綠 即是偏綠 你看看 不是呀 深黃 他看 不是呀 大家看的顏色 是螢光 我看的顏色 是 很難搞的 唉 真的 究竟 他有沒有甚麼 有沒有說 他究竟是甚麼顏色 口罩 大哥 真的 去過讀書 他說 黎瑞恩說 送女兒去外國讀書 他說 因科目問題 送女兒去外國讀書 網民又不收貨 又繼續追擊 應該引導女兒在國內有的科目 是 是 是這樣的 這樣 喂 大哥 清官難審家庭事 這些網民 人家的女兒去哪裡讀書 又關你事 是 喂 你說官媒出聲是一件事 他又不是 他有時候民間抵制 那些人 是的 對不對 但民間抵制可以很嚴重 喂 但是 真的 可能 那些人會上綱上線 去到 澳洲和中國 基本上是有外交的問題 有沒有聽過 之前 之前 澳洲媒那些 但你沒有理由這樣 如果 喂 我想說一件事 現在那些人很壞 譬如你去外國 移民也好 什麼都好 就跟你亂做顏色 你去移民 那些人又說你著草 是 你去旅行 那些人又說你走老 是 你走去外國讀書 你變成了漢奸 喂 你這些事情如果是官方認證 我想說 移民公司就被人拘捕了 他本身都沒有去到那個程度 你自己把事情無限量放大 不是 移民呢 是合法的 喂 連北京中央那邊都說 他都不管香港人這些事情 不是 其實是合法的 你合法才能走到 你不合法 你那些叫做偷渡 沒錯 很多人都是 有些人去移居 有些人 又說人家走老又著草 你死吧 走老又著草 你以為他水路走嗎 他在機場用身份證過關 他是合法的 但是網上的人 是不停無限地放大抹黑的 是可以 即是吹到這樣 人家現在去外國讀書 說到變成漢奸 我覺得有時候很離譜 同時有網民找出黎瑞恩的舊報留言 民眾批評 哦 哦 那就糟糕了 糟糕了 同時有網民找出疑似 一個疑似 黎瑞恩以前說的什麼 民眾批評 送子女去外國讀書系 受洗腦教育 及虛偽的香港人 這樣啊 這樣幫不下 大哥 這個呢 雜誌都寫疑似 這些就是搬是弄非 是 有你拿出來 他說他疑似 他說他疑似 打幾個字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對不對 那網民就熱烈留言 黎瑞恩再出招 他說 各位施主 你們放下 會透事案 哦 這樣啊 我說一句 沒得鬥 有些事情 如果是真的 對 很難幫你鬥 哈哈哈哈 再來 有網民再來 你別裝了 你是黃人 他說你戴黃色口罩 黎瑞恩又叫該網民 你先看清楚 他說 給多一次機會 你看清楚 是黃色還是螢光綠色 這樣 對了 那 也有人嚇嚇了 我覺得 有黃有綠 螢光綠就是 混合了 混合了一些顏色 黃混合綠 黃混合綠 對 黃混合綠 那自己 這些 顏色上面的分野 注意一下 我們有時候看得多 都有點眼瞎 但是我自己 我不知道 演藝人怎麼想 甚至楊明也這樣 我自己走出街 我不敢戴黑色口罩 我如果穿黑衣黑褲之後 我一定戴過鮮色的 白色的 綠色的 因為我不想走出街 然後被警察 這樣繞到之後 被人拍到 然後說 吳仔和警察 不知道怎樣做什麼 喂 你知道 有些顏色是敏感的 是 夜晚一晚 你自己也知道 那時候下班 我 我永遠戴公司口罩 是 是 那 好了 好笑 黎瑞恩說 有網民貼出疑似 黎瑞恩舊鋪留言 她說之前說這段 都是作假 放在微博 先讓小粉紅 評價一下 黎瑞恩曾經 疑似 不知道是不是 有一段這樣的東西 寫過出來 她在微博找 還是怎樣 我也不知道 打了很多簡體字 我很懷疑 也不知道是不是她寫的 不過有她的名字 很多中國小孩 在國外讀書 就直接把居留跟護照 都拿了 再回中國 他們寧願被西方國家洗腦 拿到護照 再回國 然後用雙重國籍身份說 愛中國 我們是把國外學生吸引到中國留學 不是把自家小孩往外推 國內沒有學科讀嗎 那就證明國家不需要這些領域的專才 少在這裏 裝愛國 愛國就把你家小孩 留在國內談一些 對國家有用的事 好不容易整頓了香港的大學 別當個兩邊都甜的愛國藝人 我真的不相信你們真心愛國 你們香港人一直都受英國制度影響 別拿孩子有選擇我自由作借口 我們應當身心都愛國家 甘願送小孩子到國外受洗腦教育 你的愛國真廉價 就算內卷也堅守留國 你能保證你們一家都不會拿外國局留 還有國外護照嗎 虛偽的香港人 對 真的 貼了一段這樣的事情出來 這段事情 狠狠打她的面 回力錶 回力錶 姐姐幫不了你 面都腫了 如果這件事是真的 沒有什麼事我先走 哈哈哈哈 不是吧 所以雜誌說疑似 他不敢說實 誰知是不是屈他 不知道 如果是熟實的 所以網友都這麼大 這麼大的回響 都是了解的 如果真的曾經說過這些話 又跑不掉 那又是肉什麼酸的 的確是肉什麼酸的 那你一開始說 如果就不知道 這些事是真的這樣出自 他本人的口也好 什麼都好 本人的手也好 那頭說完 很簡單而已 有口還沒口說自己 給人感覺上是這幾個字 的確是肉酸 的確是肉酸 如果你覺得他是真的肉酸 對 如果不是人家屈他 就是一個誣蔑 不理 這些理不了那麼多 幫你不到了 還是走回一步 玩得那麼大 我們都是 吃花生的 都是吃花生的 大家都一樣的 所以說 有時候大家 去研究一個 一件事的看法的時候 要切身處地 想想自己會不會有機會 什麼叫有機會呢 有機會自己的子女都做同一件事 不一定是子女的 自己 個人 個人 舉例說 男的 男的說起 出去湯石 我說不會的 我說這些正直不安 你不要被人抓到 這些是會發生的 我經常說 男人偷食在世間很平常 但我自己就不做這些事情 家欣我已經收白骨罐 不過那些人不明白 這樣 就說 我不是賤男 你 黎瑞恩經過一晚跟網民 激戰之後 真的激戰 一早又再出鋪了 文中就指 他說 早晨 各位 這段帖文很好 跟大家分享一下 說什麼 我們 放很多心心心精能量 人生無捷徑 無論起點如何 要走的路程 一點都不會少 先於你的人 不用在野 高於你的人 無須善無 別人怎樣走 哪是別人事 與自己無關 跟著別人的腳步走 只會迷失自己 迷失方向 自己的人生自己掌握 朝著自己的路往走 太著急 只會錯失機會 太盲目 只會做錯選擇 走得慢不適 怎樣讀這兩個字 嘩 怠慢 怠慢 而是 保留實力 等待一飛衝天的那一刻 生活是需要智慧的 帶著智慧向前走 災難也能化解 災苦也能苦中作樂 人人都該為自己而活 走好自己的路 一步一腳人 才能順利跨過所有的坎坷 也能達到一樣的高度 真正的智者是 穩紮穩打 不急於求成 也不白費力 是確實做自己的事 慢慢走自己的路 活得輕鬆自在 生活也更有協議 說完之後 他又覺得很棒 是 我看完之後 各走各路 四個字 關人隱事 四個大字 當然 都不知關你什麼事 那就是 如果 你剛才之前的報告 是出著他的口 那別人又關你什麼事 是不是之前有顯過 我都不清楚 那些人說是 如果我不說那些 我只說保養 他跟周慧敏拍的照片 剛剛這張 其實很厲害 我覺得他比周慧敏還好 我們印象中的 可愛一點 可愛一點 但是他現在 感覺上 可能始終都有分 差不多 有一些年紀 年紀 成熟 也很不差 一點都不差 那個骨骨膠原保養得不錯 很厲害的 所以我經常都說 那個年代的明星 無論你中港台也好 好像不老一樣 好像不老 好像不老 你開玩笑 你看劉德華好像不老 劉德華那些什麼 特別大 他特別什麼 特別大 用多了 不知道是不是 那 是啊 當然網上繼續有人罵 有人說人不笑 什麼都貴 就是這樣說 不過他放得低就行了 沒錯 這些 鋪張照片出來 轉頭又被人打 但是人最怕 最慘的事情 有時候不記得自己說的什麼 是啊 大是大非 很介意 你有些敏感位 要很小心去處理 我都會的 不過我都不記得 好過人灑脫 今天的我打倒作 也的我 是 有時候我們那天說完這些 將來又可能說一些 不同的東西出來 是啊 是啊 人呢 我經常都說 人是會隨著時間 同一件事 觀點和看法都未必一樣 等同你聽一首歌 年輕的時候聽同你 年紀大了一點 經歷多過的時候 聽出來的味道都未必一樣 這件事也是真的 當然 有些人可以繼續大巴大巴 載下去 這是他們的選擇 喜歡打大象 隨便吧 網絡欺凌 有大象 打雷水印 大家無仇無怨 何必呢 沒錯 何必呢 不過都是有因才有果 所以我經常都覺得 有些藝人很成功 是 周恩發 顧天樂 剛才說 他成功在他 很多事情 他靜 嗯 他不需要去 什麼事都討論 嗯 我們什麼事都討論 但我想 出發點就是 慈悲平等 當然 你說去到生小孩 什麼 讀不讀書去外國 我沒有小孩 是 是不是 我又覺得 你看多些新聞 你看一下 譬如你內地說 真的官媒都說一句 他這件事是什麼什麼密密的 那你們可以說一份 是 他都不是的 如果他那段是真的 他自己先上綱上線 那你被人打 被一班 跟你一樣自己上綱上線的人打 那都是 回力錶 是啊 是啊 只是回力錶 但如果我們很了解內地 我們每天講新聞 每天講 最少都半個小時 沒錯 北京都對這件事 他不會阻止你這樣做 嗯 當然很多建制都覺得 你們這樣走去香港 都會說一下 其實都是說一下 如果真的不讓你這樣 就在機場那裡封你們 其實大家都不用指望 如果真的要封 但不是 這是個人意願 沒錯 所以就 我覺得大家有這樣的自由 就不需要去太過想多 不過你說 很多人真的很有空 喂 你好像黎穗欣那樣 別人說到你的話 你又覺得氣頂要回 有很多人這些事 不關他事 他覺得過癮 喂黎穗欣回覆我 那倒是 很簡單 等同別人在當街當巷挑釁你 可能爆粗 對 你不理他 他不是說 多噴兩句 你不是 你生氣 有反應 過癮 對 他喜歡看見你生氣的樣子 那件事關你事 其實不關他事 沒錯 放鬆一點 那件事關你事 不過那個人又不關你事 很簡單 那種我撿 就是說 人家在街上打架 整天說 撿你老母 因為你撿我老母 所以我打 如果他說 我撿你的外星人 那隻廢 你叫外星人你沒有 那件事不是屬於你的 那你就當這些人 隨便扔他垃圾 對不對 這些我覺得 我不是說他這件事 對不對 如果他是胡力彪 我覺得直台是活該 不過如果 你說作為一個公眾人物 對付這些 其實他的公關做得不是差 你看到他 他不會上網說粗口 他不是很生氣 去反駁什麼 他不是罵你 他也是發放一些正能量 他也是笑著跟你玩 他也是沒有的 他跟你說 你再給你看一次 你覺得是什麼 還是什麼 總之你不要理他 他的心 可能會爆出爆 但他出來面對公眾的公關 擺門擺得漂亮 始終這些事情 你無法氣 無法氣 你無法氣 人家越過癮 你越生氣越興奮 你看他 他發爛爪 他過來看 等我跟我說 要動啊 有反應 這樣而已 這些事情真的不用 真的 反而真的生氣 認真就變得輸了 沒錯 這樣也可以跟大家說 有時候 吵架起來 如果有什麼 你越動氣 你就墮入了那個圈套 沒錯 一念天堂 一念就地獄 沒錯 下一節跟大家說說 其他新聞 拜拜 祝他身體健康 動氣 大家都要身體健康 下次見 拜拜